好了兄弟们这块有一个资源叫名秀员刚才鉴定一架军火出了无级别我还没看属性 卧槽我比你还激动啊 一架就出无级别武器是一把伞啊 仪式感要拉满还是正常准备了一个神兵准备了一把武器跑到了西凉女国的菊花台 这把武器真的有可能是一架出的 咱们看一下成就牛了无级别 好当时的界面是这样事的啊 老板上了五个号大哥你是主播呀 咋一个人上了五个号呢 哎呀我操真的是一把出的兄弟们人家有图有真相啊 看一下属性140还是130啊 现在卡住了没出 这把武器竟然还是双加伤害竟然还爆了啊 恭喜老板喜提140无级别伞啊 这是一把法系可以用的啊 辅助门派可以用的无级别武器啊 有双加然后还爆了伤害啊 枷锁了啊 理论上呢是可以存在枷锁没看的武器的 就是你可以先夹锁后鉴定 夹锁不影响你鉴定 白板啊 白板之日 2021年2月份完成的 咋的还是个新号啊 白板之命啊 确实不打鉴定军火 白板之日和白板之命差了八年的时间 不出意外逆天的收篮子还没出呢啊 逆天的收篮子也没出过 啊这把武器是一把是一把是一把伞啊伞伞的话是锦魔族专用就是无底洞地府 嗯 女拔木魔王寨用525除以3加496啊加上125这把武器15段宝石呢是796而且还有双加24再加19啊再乘一个0.77而且还能再终练啊 这把武器综合上也是一个840左右的了老板说平时实在没啥钱鉴定军火毕竟是个五开连名字都没改 老板的五开名字叫金河念 浩月清凉依然愁上水锈钢和游龙鱼啊 五个号改了三个号 正在攒钱改名字这下好了啊 五个号的名字读错了仨 这儿是对的顺序可能会错 兄弟们如果你们在游戏里鉴定一个无级别对应到你们现实里是什么情况下 是什么样的心情类似于结婚类似于出对象 就这么说吧 愿不愿意放弃现在的对象然后送你个无级别 那就可以证明着出出一个无级别比换一个对象还开心 比出对象还开心 愿意啊 怎么还好事成双了呢